还说什么呀 咱们重点说成瑞灵比七吧 我看了一个二十多分钟的一个集锦 上半场呢 你必须承认 日本队踢的好了 这这是没得说了 非常的犀利 但上半场还正邦了几下 还抵抗了几下 这应该说大家奔跑啊 还挺拼命的 下半场就碎了 基本被玩虐了 他们自己也梦了 那就让聂风吃电车 一个一个的打着玩了 下半场就跟大人打小孩一样 就完全就没有斗志了 我看到旁边有那个二百五球迷 一边哭着 踢球不会踢人总会吧 当然那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还说出这样的话来 但也表达了一种心情 就是你既不如人踢不过 你多少有点态度吧 这会儿连态度都被背后了 就到这么一个底部 全场呢就设了一次门 还没打进门框 全场的控球率呢 日本控球将近八成 就是一场虐 就是一场碾压 就到了这么一个底部啊 具体细节就不跟大家说了 什么谁进几个球呢 就甭说了 我看现在在日本漂流的 李承鹏先生 他说中国足球输给日本 零比七 这太正常了 腾鹏认为输七个都正常 他说你认为中国的混装食用油 和日本的食用油相比 中间差的是零比七吗 你认为中国的医疗和日本的疏疗 中间差的仅仅是零比七吗 中国的教育和日本的教育 中间差得是个球啊 中国的冰匠液和日本的冰匠液 差得是个球啊 你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和日本的食品安全 差多少啊 你认为中国官场的清廉输给日本多少啊 你认为中国社保养老司法民收 所有的方方应验 输给日本人 零比七 祝你 腾鹏呢写了这么一段啊 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转发 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啊 说到零比七 别的因为你没法拿的场上 还只有一个龟尊来比 所以这是你看见的 看见的这冰山一角 仅此而已了 给大家多说几句 这两边足球的这个发展 很多朋友应该还都有印象 三十多年前吧 中日两国的足球水平 其实那时候都不算高 当时中国足球凭着身强力壮 中国队对日本队 当时中国就二比零 赢了日本队 两边踢的都不怎么样啊 中国那个儿高啊 最后是高升顶进一个球 那都多少年强了 那个是不是刘海光顶进的 我不知道了 但这身高力不亏 每次呢还能赢 就从那儿 两边同时起点 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那话都差不多 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 两边的做法呢 当时是有一些差别 都知道要对现有的体制 进行改革 日本它全面的走向了职业化 市场化 完全啊 这基本就是照搬欧美的联赛 然后把几万名孩子 送到巴西去学习 中国的做法 做了一部分市场化的改革 这边就同时起步 同时开始发展 中国呢 赢了短跑 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功 当时的甲鱼联赛 那在资金投入 市场规模 哦 那时候夺火啊 北京上海 北京上海什么 谁切谁九比一 北京上海九比一 那时候还都特痴迷 曹建东偷疯啊 当时外援呢 也还行 当时日本请了一些外援 都是岁数大的 中国这帮呢 正好正当年的 那时候搞的 应该说中国联赛 搞得比日本热闹 后来中国男族 也获得了亚洲的亚军 然后在奥运会预选败上 直接在东京 两球击败日本 第一次打进奥运会 但是到奥运会 一个球也没进 就回来了 那也算出现一会啊 那时候的中国女族 拿过世界亚军呢 坑枪玫瑰嘛 你要在那个时候 五六年就搞到这么个程度 没有人这时候怀疑 中国人的能力 也没人怀疑 他们的财力 但是三四十年 长跑下来 最终的成败 中国足球好了没几天 然后就跟其他 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一样 掉头向下 身陷甲赌黑 甲球黑哨横行 连赛几乎崩溃 男族最后变成亚洲三流 零比七了 还能算三流吗 三流都勉强了啊 那时候都不用日本人打你了 你知道最现眼的一次是什么吗 八年前 2016年 那一年呢 出现什么世界杯吧 当时战火纷飞的叙利亚队 那边正打内战 人家根本没有机会训练 衣服甚至都穿不齐 然后到中国主场 中国呢还照顾人家呢 你想人来一趟不容易啊 结果在西安主场 一比零把中国队给踢了 那来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啊 结果为了庆祝这场伟大的胜利 当时叙利亚交战各方 竟然实现了短暂的停火 有很多中国球迷纷纷申请 要给中国队申请诺贝尔和平奖 就到趁一个地步 那儿停火 多人劝都没用啊 就因为赢了中国队 那儿疯了 那儿庆祝啊 冲天开枪 那家机动坏了 你连这都踢不过 那时候什么坑枪玫瑰女族 早就没样了 你再看那时候是日本足球 坚持职业化和市场化的道路 让人家走向了称呼 成为了亚洲的顶级强队 现在已经可以和世界强队争雄了 16强是铁的 弄不好就进8强 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 与英赛 从来